爹娘死后 我靠卖豆腐攒了笔盘缠 去寻早年被卖到侯府座妾的阿姐 待我到了地方 才知道所谓的侯府根本不存在 可我的头上还扎着阿姐随性寄来的红头绳 而每年一封的家书上 写满了她在侯府过的富贵安乐 叫我不要来寻她 我十岁时 阿姐被我爹卖去了锦昌侯府做妾 这门亲事是我爹跟梅人一拍脑门就定下的 我们只知道锦昌侯府在千里之外的富州 阿姐被许给了侯府的数子 给了爹爹十两银子 无人知晓爹爹是如何搭上了侯府的船 爹爹道 是侯府的人看中了阿姐的美貌 还叫我们不要声张 莫被左邻右里知晓了 胡乱攀扯亲戚给阿姐添堵 阿姐紧长我三岁 走时不哭不闹 冲爹娘磕了三个响头 坐上马车离了家 我哭得撕心裂肺 追出去树里 直至马车没了踪影 方抽抽叶叶地回了家 娘亲也以着墙脚暗暗捶泪 唯独我爹人逢喜事精神爽 用卖阿姐的银子买了酒 一杯黄汤下了肚 反骂起了私女心切的娘亲 哭个屁 她去过好日子里 哎!还得是你们娘们滋润 腿一撇就能赚银子 爹说 阿姐能被侯府相中作妾 是她八辈子积攒的造化 他还说 阿姐过去了就是锦衣玉食 跟咱们这群乡下人相比 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说完她狠狠凝着我的脸蛋 眼里满是金光 笑得牙活子都要滋了出来 幸好你们这对贱丫头生了富好皮子 不然真要成了赔钱货 砸在老子手里了 就这般 阿姐一走六年 没有归家 头两年的时候 音讯全无 我娘靠卖豆腐撑起家用 带着我敲着帮子走街串巷 一边卖豆腐 一边打听着锦昌侯府的消息 却如石沉大海 那些时日 帮子生生 尽是盼而归 好在第三年进年关的时候 阿姐托人捎了封信 随信付了根长长的红头绳 信很短 说是她在侯府样样都好 就是规矩多 不用挂念她 更不要来找她 免得侯爷不喜 我娘如获至宝地把信贴心口揣好 再将那头绳裁开 长的一半为我竖发 剩下的一小节则缠在了她的手腕上 我爹则追出去 揪着那送信人问了许久 得知阿姐没寄来半分银子 气恼地摔了碗 还打了娘一顿 那时 我娘已经有了三个月的身孕 村里的神婆说她这胎 估摸是个儿子 所以 我爹迟打了几下就歇了手 声称她这胎若又生了个丫头骗子 就扔到尿盆里溺死 娘一如既往地忍着 一遍遍告诉我 阿姐去高门大户做妾事不容易 我们不能给她添麻烦 叫侯府的人看不起阿姐 我沉默地点点头 夜里躺在床上左右睡不着 幻想着阿姐能得了她家夫君的天宠 再生下几个大胖小资 风风光光地把我和娘接到富州去 可是次年开春 我娘难产死了 腥臭的血堆满了土炕 又躺在地上 蜿蜒如小溪 一路流到门槛 家里的银子早就被跌花光了 娘死后没有棺材 被她用草席子一卷 扛上山 挖了个坑埋了 埋完不忘脆上一口 骂我娘不忠用 那时我就在想 我的阿姐最好不要生孩子了 我也不想去富州过好日子了 指望她能平平安安地过完这辈子 娘死后 爹依旧终日酗酒 混迹赌方 坐池山空 本就不多的家产被她败得精光 连棉被都被荡了 终于 我爹打起了我的主意 他打算把我许给赌方老板的吃傻儿子 换些银子 我不从 他用烧火棍打得我头破血流 困着我去相看 可途经石桥时 他一个不慎滑落水中 死了 我成了孤女 日子反而轻松了许多 我学着我娘的样子 扎起头巾 敲着帮子 一块块豆腐的麦 一枚枚铜板的攒 阿姐仍在临年观时会托人送信来 我抓着那送信的大哥问阿姐过得可好 他含糊其词 只说阿姐挺好的 别去打扰他 被我问得烦了 才告诉我 阿姐在富州永利城 我每天晚上都会数一遍藏在造岩里的铜钱 抱着柴刀入睡 想着等攒够了钱 我就去阿姐那里卖豆腐 隔三差五能看阿姐一眼就好 我只是穷 不是不三不四的人 更不想打猴斧的秋风 我能靠卖豆腐过活 可是 没等我攒够钱 战是起了 北方的蛮夷破了边关 战火很快便烧到了我的家乡 村里的乡亲们 解脱家携口地逃命 我也跟着逃难的队伍一路向东 路上我遇到了一支途经富州的商队 商队的大当家叫许杨岚 是位女扮男装的骑女子 她鼓道热肠 怜我不义 愿意将我烧去富州 可她也告诉我 她出入富州多年 从未听说过富州有什么锦昌侯 我愕然 不死心地说 许是我爹记错了侯府的名字 但阿姐确实在富州无误 我还扎着她系给我的红头绳呢 我就这般到了富州的永历城 许当家告诉我 蛮夷来势汹汹 皇帝见势不妙 已然带着公妃南下了 这里怕是也不安全 叫我万家小心 我谢别了她 站在熙熙攘攘的陌生街头 大听起了锦昌侯府 然而当地的百姓无人听说过锦昌侯 更没听过阿姐的大名 李淑云 我如坠冰窖 不想只敢爬上心头 天色渐晚 我仍在一条一条街区地寻找着阿姐 结果遇上了几个泼皮无赖 他们浑身的酒臭味 堵在巷口不让我走 满嘴地乌言晦语 喊着 云烟姑娘 一起玩呀 我惊慌失措地喊着你们认错人了 他们却上手扯下了我的头巾 吓得我用帮子砸在一人的头上 拔腿就跑 我命好 天巧遇到一对巡逻官兵路过 忙跪在他们面前磕头求助 那群混混见状一轰而散 我谢过诸位官兵 不死心地又问他们听没听说过锦昌侯府和李淑云 官兵们不耐烦地摆摆手轰我走 唯有一名小兵看模样与我年岁相仿 打着灯笼对着我的脸照了照 神色微变 低声对我说 我晓得一位姑娘 念荣与你有五分相似 我与我阿姐长得很像 只不过我的眼睛小些 听闻此话 我大喜过望 忙跟在他身后 与他走了许久 进了一弯弯曲曲的窄巷 巷子越走越黑 我害怕极了 带着胆子问他 敢问兵爷贵姓 他步伐微微一顿 回了句 我叫赵燕 我嗷嗷硬着 随手捡了块砖头藏在身后 但没过多久 前头突然出现了一破旧的民宅 大门上贴着的门神像 都退了色 显然不是什么富贵人家 我止住脚步 说什么都不敢上前了 我阿姐是去侯府做贵妾 赵燕回过头来 眼底翻滚着怜悯 富州根本就没有什么侯府 倒是翠红楼的前头牌 云烟姑娘 曾告诉我家主子 她姓李 她顿了顿 又说道 我家主子给云烟姑娘赎了身 暂时养在这里了 你且去看看 也许是我猜错了呢 我迟疑地走上前 叩响了门飞 但里面静静悄悄 无人回应 我趴在门上往里看 透过门缝 隐约瞧见屋里的烛光闪了闪 书地灭了 不禁愣住 赵燕见状 抬高声音喊了句 李姑娘 我是赵燕 将军的人 话音刚落 里面顿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以及桌椅碰倒在地的闷响 不等我回过神来 大门已经被推开 一女子披着单薄的外衫急声问道 可是将军来信 她与我撞了个满怀 顿时正住了 月光下 她虽披头散发 衣衫不整 仍是面容娇好 眉眼温柔 与我对视了两久 突然双腿一软 靠在了门上 我哑着嗓子哭着喊她 阿姐 她却面色铁青 定定地看着我 又望了望赵燕 忽然攥紧拳头 跺脚喊道 我不认识你 然后一把将我推了出去 想关上大门 我赶忙抱住她的腰 连声求她 阿姐别不要我 娘死了 爹也死了 我只有你了 她捶打着我的双臂 又求救式地看向赵燕 赵燕则比她还无措 搓着手 搭拉着脑袋 小声说 对 对不住 继而扭头跑了 我不敢撒手 我怕我一松开 阿姐又不见了 阿姐打了我许久 一点都不疼 最后一屁股坐在地上 与我抱头痛哭 哭声回荡在寂寥的巷子中 悠悠荡荡地萦绕上夜空 我抹扎着阿姐瘦削的后脊 心都要碎了 满心只想着 我来了 我要同阿姐一起活下去 屋中的陈设撑得上简陋 但被阿姐收拾得很干净 一张床 一张桌 两把椅子 还有一个柜门和不上的衣橱 被擦拭得一尘不染 我坐在桌旁 阿姐点了油灯 一时相顾无言 最终阿姐主动开口说道 我来到富州才知晓 那所谓的没人是个人崖子 世上也没有锦昌侯府 人崖子叫刘阿四 家里有个独淼淼儿子叫刘锦昌 便随口编了个锦昌侯府出来 欺负我们这群穷乡屁壤的庄户人没见识 刘阿四跟翠红楼的保姆是相好 平日里没少干拐骗妇女的勾当 阿姐被拐到富州后 直接被送进了翠红楼 保姆见阿姐生得貌美 大喜过望 还给了刘阿四五十两银子 阿姐出入青楼时 哭过 闹过 也逃过 被捉回来用银针钉入食指的指甲缝里 再包光衣服倒挂在梁上 饿了三天三夜 只剩一口气的时候灌了些米汤 继续吊着 见阿姐还是不松口接客 保姆便将她捂花大绑 叫一群富家公子哥搓磨了她一夜 而她在隔壁听着阿姐的惨叫 兴奋地数白花花的银子 流了很多血 本是该死了的 可偏偏活了下来 阿姐说起这些往事 语气平静 眼神麻木地盯着油灯里摇曳的火苗 总想着 得回家再看一眼娘亲和你 我只顾着流泪 一句话都说不出 梁九听她轻声问 爹也死了 怎么死的 我抹了把眼泪 压低声音答道 我杀的 那天夜里 爹捆着我去赌方老板家 路过石桥的时候 踩着青苔狡猾掉了下去 刚下了两天的雨 河流又深又急 几乎没过了桥面 跌得水性还不错 没多时就扑扑着扶了上来 双手扒着石桥边缘 想往上爬 却被我一脚踩在了手上 他又掉了下去 呛了几口水 拼了老命 再次抓住石桥边 大声咒骂 可我此时已经把绳子震开了 我的手里藏了个瓷碗的碎片 一路上一直在偷偷割绳子 本打算跑进山里躲起来的 没成想 出了这么一遭意外 爹早就被九色掏空了身子 像只悬在吊钩上的蛤蟆 不停蹬着腿 怎么都撑不上来 见我搬起了一旁的石头 举过了头顶 顿时惊恐地哭喊了出来 二鸭 二鸭别 我跪下 举着石头一下下砸在他的头上 将他砸得头破血流 他可真想活呀 我砸了三下 他仍不松手 血雾和鼻涕呼了满脸 嘴巴一张一盒仍在喊 妖儿 妖儿 爹错了 爹错了 我却一刻不停地继续砸着他 魔正般地嘟囔着 爹 去死吧 求你 去死吧 终于 在我砸到地漆下 他松开手 咕咚 坠进了水里 被湍急地水流冲向了下游 我顺流而下 站在岸边 看着他面朝下被卡在乱石堆里 身子被水流冲得一百一百 犹如一条搁浅的烂鱼 阿姐听完后 震愣了半嗓 钟苦笑道 死得好 爹确实死得很好 他的尸首在一日晌午才被好心的村民用鱼网捞上来 所有人都觉得他是醉酒失足落水 至于头上的伤 自然是合理的碎石状的 无人能猜到老实芭蕉的我 手认了自己的亲生父亲 我掀起衣服 解下藏在腰带里的钱串子 阿姐 我攒了一笔钱 我们走吧 离开这里 阿姐却摇了摇头 我要等将军归来 阿姐告诉我 去年秋天 他被镇北将军耿庆熟了身 将军说了 带战士一了 要把他娶回家 所以 他哪儿都不去 就在这儿等将军凯旋 他讲这些话时 脸上尽是小女子的羞男 双眸被烛火映得微亮 我哑口无言 待阿姐铺好被褥 与我一起躺在榻上时 方忍不住问他 阿姐 那将军若真是良人 怎会出入青楼 他若真想娶你 早早将你送回老家 不是更好 阿姐急声辩解着 是将军刚打到复州 翠红楼的妈妈 把我们送去了兵营 想讨好他 被将军 历声拒绝了 他顿住 赌气地向外挪了挪 翻了个身 总之 我家将军好着呢 莫要说他坏话 我只得向他身边凑去 好阿姐 我不说便是了 只是 咱们女人得为自己打算 救命之恩 未必非要以身相许 咱们还他银子 给他当奴婢都行 就是 就是别当外事 我们村里有一个给有钱人家的公子哥做外事的女子 过着见不得人的日子 时常守着村口的大柳树吃等她的情郎 结果怀了两胎都被那公子哥哄着给落了 莫了年老色衰 被当家主母随随便便处置了 阿姐已经很苦了 我不想她更苦 阿姐背对着我 两酒轻叹一声 我何尝不知 她说娶我 不过玩笑话 她家世代三英 怎可能教义娼妓过门 可她救我出龙潭虎穴 我心悦她 我愿意等她 我说不出话来 默默搂住了她 眷恋地嗅着她的发香 阿姐拍了拍我的胳膊 别靠那么近 我身上脏 我却贴得更紧了 猫仔似的往她背上蹭蹭 阿姐香香的 我憋了一肚子的话 想讲给阿姐听 可我太累了 眼皮颤颤的巴搭和上 夹碎了一颗泪珠子 我睡到半路被梦掩住了 隐隐记得自己一会儿揪着阿姐的衣襟 喊她别走 一会儿又喊娘亲别丢下我 出了一身的冷汗 待我彻底惊醒 已然天光大亮 阿姐面朝着我 碎发遮住面颊 手无意识地抹撒着我的后背 我幼时总是夜惊 每每吵醒我爹 免不了一场毒打 阿姐就把我抱在怀里 承朽盯着我 见我又惊着了 就轻轻抹撒我的后背 为我喝点热水 再哄我入睡 我下意识地用止度蹭了下她湿漉漉的眼角 想 有阿姐在就什么都不怕了 我在阿姐这里住了下来 蛮夷似乎没打算继续东行 转而去追南下的皇帝了 眼下哪儿哪儿都不安生 而富州起码有助军守着 我俩一对弱女子 还是别乱走得好 将军给阿姐留下了点银子 不多 纵使阿姐省吃俭用 也快见了底 而这一仗 也不知啥时候是个头 就这么坐吃山空可不行 我跟阿姐商量 想把豆腐摊再织起来 她面上闪过一丝犹豫 但还是把银子都拿了出来 先前我也织办过 十年和母子是现成的 只是她顿住 墙挤出一抹苦笑来 姐没用 终是过不去心里这道卡 我忙郑重其事的拍拍胸脯 没事的阿姐 有我呢 你瞧好吧 阿姐的小院开始终日飘起豆香 她不敢出门 怕被人认出来 留在家中跟我一起做豆腐 脸上又样开了熟悉的笑容 阿娘传下的做豆腐的手艺自然是最好的 我的豆腐从来不胜 每日敲着帮子走过一条条街道 百姓们端着网围上来 等我乘上厚厚一大块豆腐 皆赞不绝口 渐渐地 调皮的孩童也开始喊我豆腐西施 令我恍惚间想起了娘亲 指不住多给他们盛了些 我回家时 阿姐总守在门内等着 她说 从巷口到这 帮子生刚刚好七十下 我笑嘻嘻地踏入屋 打篮子里 取出一块糕点 这是城里最贵的糕点铺子和顺斋的红枣和桃糕 我只舍得买一块 阿姐称怪 这么贵 不如多买些磨吃 我可怜巴巴地冲她撒娇 我嘴馋吗 她便哼了一声 揭开锅 给我看里面香喷喷的炖菜 知道你嘴馋 特意放了一勺子荤油 我抱着饭碗大块朵仪 吃饱喝足 跟她就着白水吃核桃糕 再填填缝 一块巴掌大的糕点 被她切成了四小块 她吃了一块就说腻了 盯着我全吃完才作罢 笑着说 你跟娘一样 都爱吃这种甜津津的东西 转而她又落了泪 颤声问我 娘走时 痛不痛 娘亲死时 很痛 我帮不上什么 只能让她攥着我的胳膊 她疼得将我的胳膊掐出了红印 起先还有力气叫喊 直至血崩了 她只能半张着嘴 发出一道道气声 无意识地喊着 云啊 云 娘想你 二丫 我的儿 苦了你了 她到死都惦记着远嫁的大女儿 和孤苦无依的二女儿 最后也没合上眼 这些话 我自然不敢跟阿姐说 只能骗她说 娘走得急 林辽嘱咐我要跟你好好活着 阿姐抹了眼泪 又吃了一口豆腐 哽咽着说 嗯 活着 活着吧 活着 世道多奸 可还是得活 我天不亮 就得去卖豆腐 夜里却仍忍不住缠着阿姐 让她讲跟将军的那档子时 想从自立行间 探得她究竟是怎样的男子 她说 镇北将军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 蛮夷破了关 皇帝爷都被吓跑了 但将军他不放弃 跟蛮夷打得有来有回 还收复了一座城池 她还说 将军生得高大恐武 但是个会疼人的 当初保姆让他们伺候将军 将军不悦 把他们都撵了出去 唯独他赖着不走 倒是给将军补衣衫也好 若这般无功而返 会被保姆作践 将军默许了 阿姐给将军补了一夜的衣服 将军坐在一边 不时抬头看他两眼 等天亮了 阿姐起身告辞 将军终于问了句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双手脱腮静静听着 发觉阿姐跟将军的相知相识 跟细文似的 不禁嘖嘖称奇 末了阿姐问我 二丫 你说 将军他会不会真的要娶我呀 我扎巴着嘴回味核桃高的滋味 心不在焉地说 阿姐 他娶不娶的 有什么所谓 横竖我会卖豆腐养你 他气鼓鼓地戳我的脑门 豆腐豆腐 就知道豆腐 你可咋办呢 爹娘都死了 剩了个窑子出来的姐姐 以后谁敢娶你 我一本正经地答道 怕肾的 我会做豆腐 阿姐气了个扬岛 打衣柜最里头摸出个红布包包 小声说 我攒了点首饰 给你留作嫁妆 等你遇见了执心人 就说家里死绝了 千万别提起我来 我不想接那红布包 一个熊扑把他压倒在炕上 耍起无赖 二压不嫁人 我就要粘着阿姐 将军若是娶了你 我就在他家门前支个豆腐摊 天天听墙脚 阿姐推不开我 在我的屁股蛋上狠狠拍了一巴掌 魂不吝的 等你成了老姑娘 哭去吧 我仍嘻嘻哈哈地不知愁 与阿姐又胡闹了一番 正打算洗漱扑床 无意中瞥见窗外有一道黑影一闪而过 我吓了一跳 忙把藏在枕头下的柴刀捞了出来 阿姐则惊慌失措地抵住了屋门 冲我频频摇头 我趴在窗户边上透过缝隙看向院中 赫然瞧见 有一男子踩着院中的柴火垛翻过了土墙 那男子又矮又瘦 穿了个灰布衫 骑在墙头试探了半天刚要跳 我突然推开窗户 大喝一声 抓贼呀 男子顿时咕咚一声摔出了院子 哀嚎声响彻夜空 惹得邻家狗肺计较震天 我本想窜出窗户 被阿姐一把揪了回来 关好窗 惊魂未定地死死搂着我 许久后 院子外的脚步声渐渐远去 阿姐松开手 大口喘着粗气 脸色煞白 哆嗦得不成样子 握着我的手语无伦次地说 它是刘阿四 它是刘阿四 绝对是它 我看清了这一夜 阿姐没敢睡 裹着被子蹲在炕上瑟瑟发抖 而我在院子里磨了一宿的柴刀 第二天一大早 我照常上街卖豆腐 特意揣了几个饼姿分给了街口的小叫花子们 打听起刘阿四来 大多数小叫花子一哄而散 唯独一个叫东子的小男孩认认真真地告诉我 最近刘阿四逢赌必输 把家产败得差不多了 不成想 他那宝贝儿子得了重病 他急着搞钱给儿子续命 只得频繁出入当铺 我顿感真是天理昭昭 报应不爽 多给了东子一块饼 我盯了三天 刘阿四经常出入当铺和药铺 而他家在城南 他从当铺回家会经过一条很长的巷子 巷子两侧只有两户人家 白日里不在家中 我看过刘阿四的家 他说是把能当的都当了 可那深宅大院阔气得很 一砖一瓦尽是无辜女子的血泪 如今 他又盯上了阿姐 亦或是我 我想杀她 我一定要杀她 这个念头在我的脑袋里不断叫嚣着 终于 我自认为时机成熟 跟在刘阿四身后 尾随其进了巷子 我跟了许久 眼见的巷子越来越窄 刘阿四似是察觉到了什么 骤然回头望来 我闪身躲至墙后 结果等我再探头出来 刘阿四已经消失了 我连忙追上前去 东张西望了半天 突听的巷口传来一阵嘈杂的脚步声 迅速逼近 我惊慌地掉头就跑 那只刚跑了没几步 就被一只手猛地扯进了旁边的院子里 我被捂住了嘴 拼命挣扎者 举起了柴刀 那人忙扼住我的手腕 急声道 是我 我这才看清 她是赵燕 警觉地质问道 你做什么 赵燕示意我收声 贴着院门听了听 等脚步声远去 方皱着眉头说 我还要问你呢 你要杀刘阿四 我自然不能认 握着柴刀理直气壮的反驳 没有啊 怎么 我出门不能带刀吗 赵燕抿了抿唇 我劝你别惹祸上身 刘阿四的表兄 可是现态也 我红了眼眶 带着哭腔反问道 那又如何 她害了这么多女子 不该死吗 赵燕慌张地连连摆手 她 她当然该死 我是怕你吃亏 你一个弱女子 怎么跟地头蛇斗啊 你知道她养了多少打手吗 我没心思听她说话 抹了把眼泪 绕过她夺门而出 一路小跑回了家 我进门就窜进了阿姐的怀里 阿姐慌忙问我 二鸭 谁欺负你了 姐跟她拼命去 她不说话还好 一说话 我挖得哭了起来 哭着哭着发现 桌上有新出锅的膜 拿了一个啃一口 接着哭 我不甘心极了 我要是会武功的侠女就好了 飞檐走壁 以一对时 一刀砍了刘阿四的狗头 可我只是个卖豆腐的 平日里只会切个软乎乎的豆腐 今早还不小心给一大叶切多了 也没好意思收回来 我就这么揣着愤恨 夜夜磨柴刀 把刀刃磨得赠光瓦亮 结果磨到了第七天夜里 院墙外又有了动静 我举着刀 蹭得站了起来 阿姐则抄着剪刀冲出屋门 与我并肩站定 我俩就这么刀尖对着院墙 眼看着一道黑影翻上墙头 双双举起刀来 那只来人竟是赵燕 骑在墙头上与我俩大眼瞪小眼了一瞬 扔下一步包裹 压低声音说 记得烧了 说罢跳下墙头 扬长而去 我正然望着那步包裹 与阿姐面面相去 带着胆子拆开了包裹布 白惨惨的月光下 里面赫然是一件灰色的挂子 我用刀把挂子挑了起来 发掘上面沾满了血迹 正愣着神 就听阿姐颤颤巍巍地说 这 这是刘阿四的衣服 我恍然大悟 手一抖 衣服滑落在地 当晚 我们按照赵燕的嘱咐 把衣服烧了 火光中 那衣服被烧成了一捧灰 也照红了阿姐的眼睛 第二天清晨 刘阿四的死讯便传遍了整个永速城 倒是他出城给儿子巡狼中 不诚想被山匪劫了道 脑袋被砍了个稀巴烂 直前误见也被抢了个金光 街坊们皆拍手称快 说他是恶人自有恶人魔 而这兵荒马乱的 突然窜出来之山匪 也说得通 只有我知道是赵燕干的 我稀有窃窃 不知她为何这么好心为阿姐报仇 更不知该怎么报答她 于是我改为敦赵燕 一连蹲了好几天 终于蹲到她跟一帮兄弟勾肩搭背的打酒楼里出来 我一个箭步站至她面前 然后把想说的话忘了个金光 傻姿势地张了张嘴 憋出一句 赵大哥、赵燕的兄弟们顿时起了哄 哟 这是谁家的小娘子 让你小子给骗到手了 赵燕红着脸辩驳道 滚滚滚 这是 这是我老家的一个妹子 她以眼神示意我去别处说话 我忙不迭地跟着她往后向跑 身后又是一阵起哄声 我俩找了个僻静地方 我低着头凝衣襟 她挠着头左顾右盼了半天 小声问 找我干啥 我怯声声地抬起眼 来谢谢你 她倾咳一声 你不用谢我 我得了将军的命令 要好好照顾你家阿姐 将军是走得急 不然那家伙他没有继续说下去 又往巷子外看了看 却信无人在偷听后 略带拘谨地说 你放心 我跟我的兄弟们嘴沿着呢 好好跟你阿姐过日子 我 我先回营里了 赵燕一溜烟跑了 我望着她的背影渐渐混入人群 抬手摸了摸滚烫的面颊 人得知恩图报 我总想着为赵燕和她的弟兄们做点什么 我开始天天守在赵燕出没的地方 给她送饼滋 送豆腐 并让她把破了的衣衫给我去补 起先赵燕还要跟我客套一番 十日一久 她主动找上了门来 心虚地尬笑着 把穿出破洞的布鞋递给我 那臭烘烘的鞋子好玄没把我熏晕过去 它没有袜子 光着脚戳在我面前 黑溜溜的脚趾头在地上勾了勾 似是想挖个洞钻进去 我捏着布鞋 憋了一口气 墙挤出一抹笑来 赵大哥 这鞋 这鞋要不别要了吧 她扭泥到如同黄花大闺女 细声细气地说 我就这一双鞋 我叹息一声 任命地将她迎进院里 先给了她一双草鞋穿 然后打了盆水 想着把布鞋洗干净再说 她乖乖地坐在小板凳上望着我 脏兮兮的面颊上挂着抹好旗 阿姐则缩在屋中 她在窗户上对我俩虎视眈眈 仿佛只要赵燕再离我近点 她能窜出来咬人 那布鞋刚一沾水就躺了黄江 我有点下不去手 总觉得这些洗碗 我再也不配做豆腐了 我又不想让她察觉到我的嫌弃 只能没话找话地问 赵大哥 你多大岁数 赵燕挠挠头 我十九 你呢? 我随口答着 我十六 你老家哪儿的? 她局促地黑黑憨笑着 重舟垫淮村 挺多年前发了场大水 把村子冲没了 朝廷也不管 我爹娘都死了 我要了三年饭 命好碰上将军了 赵燕给将军喂了两年的马 年岁大了点 便跟着将军上阵杀敌 也没混上啥一官半职 但好在能吃饱饭了 而跟赵燕一样 被将军亲自捡回来的企儿 共有九个 所以他私下里一直喊将军主资 觉着自己算是将军捡回去的家谱 将军则喊他九弟 他俩个论个的 我好奇地问道 那大将军多大年岁呀 赵燕掰着手指头算了算 明年就三十八了 我顿时扁了嘴 心到这将军长了我阿姐十八岁 老牛吃嫩草啊 赵燕察觉出我的不满 忙替他家将军找补 我们将军生的一表人才 你阿姐不吃亏 真的 我一脸怀疑地问 跟你一样好看吗 赵燕的眉眼生的秀气 若不是脸上能铲下二两灰 倒像是个俊雅的小少爷 他愣住 脸疼得红成了石榴 慌里慌张地站起 说了句 我 我还有事 先走了 说着 踏踏拉着草鞋逃也似的离去 我正然地看了看 还泡在盆里的布鞋 心想 难不成我说错话了 赵燕的布鞋 已经烂得不成样子 我着实补不好 只能央着阿姐做了双新的 阿姐缝鞋的时候 频频抬头看我 欲言又止 秀眉拧成了疙瘩 带新鞋做好 终于忍不住问我 你欢喜她呀 我正准备去卖豆腐 被她惊得帮子落地 砸了脚趾头 呲牙咧嘴地辩驳道 哪有 我 我就是觉得欠她份大人情 阿姐却自顾自地嘟囔起来 赵燕吧 瞅着还行 但是我得再打听打听 这样吧 等将军回来 我求她保个眉 不不不 我说话都结巴了 阿姐 我 我没打算嫁人 阿姐压根听不进去我的话 又扒出那红布包鼠攒了多少钱 见我贴墙边响溜 随手捏了个豆子 隔着巴掌远准确无误地扔到了我的脑门上 没说完话呢 皮猴似的 算了 早点回来 我暗暗付费着阿姐怎么扔得这么准 把新做好的布鞋往怀里一揣 推着车上了街 卖完豆腐 我照常去蹲赵燕 结果赵燕还没蹲到 突然瞧见街头一群小叫花子正在打架 而之前给我指路的冬子被他们按在地上胖揍 这群孩子一边打 一边还叫嚣着 打死他 打死这个不男不女的 我跑上前去拉开他们 呵斥到 都是苦命的 打他作甚 一年岁较大的小叫花子满不在乎地嚷道 谁让他是条烟狗 我们瞧着他就来气 说完这群孩子一哄而散 留下冬子躺在地上捂着脑袋低声抽气 身下还有一滩尿汁 我把冬子扶了起来 他被打得鼻青脸肿 窘迫地捂着被尿湿的裤子 泪汪汪地看着我 手里攥着半块硬饼子 我只得把他带回了家 想让他把衣服脱了 我给洗洗 他却惶恐地死死攥着裤腰 小脸煞白 阿姐大屋里走了出来 迟疑地看了冬子一眼 与我小声说 你进去吧 我给他洗 我也不知阿姐跟冬子说了些什么 待我做好了饭 冬子已经洗完了澡 坐在小板凳上任阿姐给他擦头发 大眼睛滴溜溜地转悠 不时偷偷瞥他一眼 晚上我们仨一起吃了顿热乎饭 冬子低着头不断扒饭 一口菜不敢碰 我便直接给他夹到碗里 说了句不够含有 那只他突然哭了起来 一边吸溜着鼻涕 一边就着眼泪 把碗里的饭菜吃得干干净净 当晚他睡在了炕尾 小小一团蜷缩在墙角里 脸上还挂着泪痕 阿姐坐在旁边给他摇了会儿蒲扇 等他睡熟了 冲我使了个眼色 我俩走到院里 他突然轻声说 我想养他 我正然 就听他继续道 我被灌了红花 这辈子不会有孩子了 冬子跟我一样 都是残缺的 不如我俩搭个伴 就这样 我跟阿姐的小家里多了个弟弟 冬子今年八岁了 洗干净小脸 是个纯红齿白的漂亮孩子 他懂事得很 主动帮我磨豆子 帮阿姐洗衣服扫地 与我相熟了 主动说出了自己的秘密 他跟我一样 娘死得早 家里算上他七八个孩子 他爹养不起 便动起了歪心思 他们村里有位三爷爷 是个老太监 听说伺候过好几位娘娘 岁数大了出了宫 靠着这些年攒下的赏赐 置办了大宅子 有一天 冬子爹喝多了 看着家里嗷嗷待哺的娃娃们 越看越烦 突然觉得当太监挺好的 还能吃上黄粮 于是他昏了头 抓住年岁最小的冬子 把他按在桌子上 扒下他的裤子 拿了菜刀 喷口酒 一刀砍了下去 冬子命大 惨叫声引来了邻家审姿 将他及时送去了郎中那儿 勉强保住了小命 他爹仍不思悔改 觉着是给儿子谋了条好出路 等他止了血 拉着他去找三爷爷 想让这位老太监给冬子举剑进宫里去 哪知那三爷爷笑得前仰后合 笑完捂着鼻子嫌弃地说 真是个蠢货 皇宫哪是说尽就尽的 可怜你这小子 被亲爹当朱膏子给善了 以后能不能活还不一定呢? 晦气! 东子爹这才意识到自己这一刀下去 梅给儿子带来富贵命 反断了子孙根 东子的伤久久不遇 他爹为了甩掉他这累赘 把他扔在了深山老林里 可他到底活了下来 没敢回家 下了山一路走 不停地走 最终跟着刘民来到了这里 我轻轻抱了抱他 心里想 摊上这世道 苦得不单是女人或男人 而是穷人 我会卖豆腐 阿姐会织布 我俩和起伙来养个孩子 不过多双碗筷的是 等我攒够了银子 就盘个铺子 一点点挣银子 说不定我也能成为大掌柜 这日子啊 好像越来越有盼头了 可是没过多久 一天傍晚 赵燕突然扣开了我家院门 把一袋子面往院里一扔 直勾勾地盯着我 侯姐滚动了半天 问 二鸭 还有豆腐吗 我茫然地回道 早没了 咋了 他笑得牵强 我要走了 打蛮子去 这一走 不知猴年马月能回来 就是有点想你这口豆腐 我慌了神 磕磕巴巴地说 我 我没多做 他连连摆手 没事没事 我这就走了 二鸭你 他顿住 从怀里摸出根银簪递给我 我只买得起这个 用来抵那双新鞋子 我正正地接了那簪子 那簪子上雕了个小花 漂亮得紧 我的一颗心忽然没缘由地提了起来 不由地拉住了他的袖子 赵燕 你得回来呀 他点点头 又与我对视了一阵 笑容大了些 二鸭 等我回来 挣了军功 给你打一整套首饰 赵燕当天深夜跟着军队离了城 我送了许久 他没回头 我也不敢换他 就这么贴着街边一路跟到城门 他混在人群中 穿着破旧的布甲 就是个平平无奇的小兵 可我一眼就能认出他的背影来 总觉着他又与别人有些不一样 我看那看 直至他们彻底融入了夜色 变成了一排微不足道的黑点 夜风吹过 吹乱了我的心 也吹散了马蹄声 城中百姓皆言战场凶险 又说哪家哪户五个儿子一起上战场 只回来了半个 那小子双腿都没了 只能带着老娘去要饭 前不久让马车给撞死了 造孽啊 我听得心惊肉跳 回家关起门来数数银子 想着 若是赵燕残了 傻了 朝廷不管他 我管 阿姐见我魂不守舍 安慰我说 东子都打听过了 赵燕他们是去找镇北将军的主力军会合了 镇北将军战无不胜 只要有他在 大家肯定能活着回来 我扶了下头上的银簪子 乐呵呵地说 他当然得回来了 他还惦记着我做的豆腐呢 日子如流水般静静流逝 我日复一日地做着豆腐 冬子长高了一些 也壮实了不少 眼瞅着到了年关 阿姐给我俩做了新衣服 本盘算着买点肉结解馋 可自打蛮夷入了关 啥东西都比以前贵了不少 也就我的豆腐最实惠 于是 我们仨商量来商量去 最终抠抠嗦嗦地买了些猪下水 横竖也是荤腥 大年三十那天格外冷 阿姐捡了窗花 冬子打扫了院子 我去给城北的一家人送豆腐 回来时突听的街上有人喊了句 郑北军回来了 煞时间 整个方式都乱了起来 小贩们四散避壤 头发花白的老玉 拄着拐队城门方向翘首以盼 耳听得马蹄声渐进 纷纷殷切地喊起了自家儿子的名字 然而很快 声音迅速低了下去 我点着脚挤过人群 发觉这对镇北军丢盔卸甲 走得稀稀拉拉 大多数人都挂了彩 疲惫不堪 且都是些生面孔 显然不是赵燕所在的那支队伍 这时 一位大娘迎着一面黄鸡兽的小将军问道 将军啊 你们是从哪儿撤下来的 可晓得我儿 我儿叫江大 去年当上了都头 那小将军止住脚步 神情悲戚地聂如了半赏 却知道 对不住百姓们惶惶不安 我更是急得乱转 思来想去 跟在他们身后 眼看着他们驻扎在了城中 偷偷拉住一小兵 一边往他手里塞银子 一边问道 大哥 这是咋了 出啥事了 那小兵没接银子 用脏兮兮的袖子擦着眼泪哭着说道 完了 全完了 苟日的皇帝背叛了阿门 阿门撑了大半年 撑不住了 将军没了 镇北军也没了 全没了 年关年关 临到新年 是一关 而今年这关 除了在南方指醉金迷的皇帝 家家户户都没能跨过去 恶号是瞒不住的 没出三天 满城塑稿 哭声震天 我们才知 蛮夷放弃了追逐南下的皇帝 提出与我朝分合两制 皇帝默许了 蛮夷转而集中精锐 攻打北部 镇北军的主力被蛮夷围剿 断了梁 连树根都挖光了 皇帝却置若罔闻 忙着修缮行功 寻先问要 老天没有开眼 该死的没死 不该死的轻飘飘的没了 落在史书上不过寥寥几笔 十一月初 镇北将军耿庆战死疆场 失手被蛮蚁掳去 赵燕他们那支队伍作为最后的援军 被截杀在了半路上 已燃全军覆没 五万镇北军只活了几百人 镇北将军麾下的一名副将 带着伤兵们逃出包围 投奔了皇室中唯一海在抵御外敌的印亲王 奉命驻扎在此地 可印亲王麾下只剩了不足两万将士 被蛮蚁打得节节败退 纵然敌死相抗 也如以卵击石 富州之外尽是蛮夷的铁骑 他们占据了渡口和药道 我们要被困死在这里了 我紧闭了屋门 坐在炕边 看着染了白霜的窗户 给阿姐喂了口热水喝 阿姐已经病了三天 高热不退 失了魂斑哭了醒 醒了哭 攒到现在的精神气全散了 我来不及哭 这些天 我趁着城里还没大乱 尽力买了些粮食 又买了纸钱 趁着阿姐昏睡过去 跟冬子在院里画了两个圈 给将军和赵燕各自烧了一把纸钱 回到屋里时 阿姐醒了 虚弱地唤着我 二压 我忙握住她的手 阿姐 我在呢 她直勾勾地盯着我 嘴唇哆嗦了半天 突然抽出手 狠狠给了自己一个嘴巴 哭着说 姐害了你呀 姐不该让你留下 姐害死你了 害死你了 我压住她的手 哄孩子似的搂着她拍拍 不怪你 不怪你 这怎么能怪她呢 在这乱世中 普通人光是活下去 就费尽了力气 谁人能为不先知 还不是走一步看一步 我双手擦着她的眼泪 学着小时她安慰我时的样子 哼起了娘亲交给我们的小调 九月里 书卖黄 家家户户豆花香 十年白 邦子想 阴阴盼儿无病伤 蛮夷围尘后 却凉成了大问题 富州各地 接连爆发了饥荒 更雪上加霜的是 蛮夷一成涂一成 堆积如山的尸体 散发出的血腥和恶臭 飘了百里 引来了瘟疫 率兵撤到这里的将军 在城中收了些粮 承诺会拼死保护城中百姓 可镇北将军耿庆的死 磨灭了百姓们对朝廷的最后一丝信任 还是有不少人弃城而逃 试图南下投奔亲戚 然而他们刚逃到了河滩 迎接他们的是铺天盖地的剑雨 与我们一阶之隔的米铺老板一家 最先离开了富州 但最终 他家的仅存的小儿子带着一身的剑伤 逃了回来 他亲眼目睹了父母和兄长被利剑射成了筛子 他牵着小妹的手慌不择路地往回跑 被一蛮子纵马追上 长矛一掷将他那五岁的小妹扎了个洞穿 又高高挑起 柴狗般兴奋地嗷嗷叫着 他装死躲过一劫 爬了许久 遇到了一支民兵 这才得救 可惜 他伤得太重了 到底没能活多久 第二天就咽了气 他死后没人为他炼葬 左邻右舍全忙着搜刮他家米铺 试图找到些许余粮 我家的院墙也被扒了许多次 其先大多数是街上的企儿来偷吃的 我只能狠着心把他们打出去 又跟阿杰把家里所有的刀都磨得锋利 还削了两根木头荡枪使 夜里不敢睡死 抱着刀蹲在门口放上 但很快 又有一伙人找上门来 他们一会儿用力地踹院门 一会儿扒着院墙喊 云烟 来呀 跟小爷们一起玩玩 你拼头死了 不如让小爷们疼疼 小爷不白玩 给你三个铜板 够不够 这群王八蛋 在将军活着的时候 不敢造次 如今将军没了 他们迫不及待地凑了上来 怎么敢都赶不走 破旧的院门被踹得哗啦作响 冬子快要抵不住门 急得直哭 我则拿着竹竿用力地敲着八院墙的 一个扒上墙的扒拉头冲我吐了口浓潭 嘴里满是乌言晦语 听说你是云烟的妹子 那也是个小婊子 尝过男人的滋味没 来来来 哥哥手把手教你伺候男人 他骑在墙头做事要跳下来 突然听得身后一道爆盒 老娘跟你们拼了 我那平日里温温和和的阿姐突然举着柴刀飞奔而出 冬子还没反应过来 他已经踹门出了院子 冲着门口的一个兽猴当头就是一刀 兽猴的脑袋顿时跟个被劈开的西瓜似的 蹭得窜出血来 顿时惊恐地哀嚎出声 捂着脑袋满地打滚 阿姐追着他们不停地砍 尖声喊着 杀了你们 感动我妹 杀了你们 我追出门去 眼看着阿姐脚下生风 将四个泼皮直接追得连滚带爬 扒了头跑得最快 结果阴太慌不择路 一脑袋撞上了墙 刚一回头 就被阿姐手中的柴刀砍下了一只耳朵来 疯了疯了 他疯了 扒了头被吓得屎尿其下 一步一根头 有小弟们拖着逃出了巷子 月光下 阿姐高高举着刀 浑身颤抖 胸脯剧烈起伏着 用尽全身力气嘶吼了一声 他终于将多年的委屈全部发泄出来 末了瘫在地上嚎啕大哭 当真如疯了一般 战乱将人逼成了疯子 朝廷又靠不住 家家户户只能紧闭屋门 烧香拜佛 祈求上仓 唯独阿姐的神已死 自此不愿再贵贼老天 那群泼皮被阿姐砍翻后再也没敢来找麻烦 然而数日后的夜里 冬子出屋解手 突然发出了凄厉的叫声 我惊得鞋都没穿 就跑了出去 正看见冬子抱着阿姐跪在院子里哀哭 我惶惶不安地刚踏前了一步 阿姐慢慢站起身来 转过头 手中握着正在滴血的剪刀 脚下是一地的头发 而在她的脸上 是大大小小数不清的划伤 横七竖八地贯穿了整张面颊 血顺着白皙的脖梗 躺满了前胸 我正愣地看着她 双脚犹如千斤重 一点点艰难地走向她 姐 姐 多疼啊 她却笑了 随手扎了个男子的发迹 说 别怕 姐有数 死不了 别家有男人守家 咱家我是大姐 我来守 阿姐顶着一脸的疤 久违地出了院门 与我去了城郊 永宿城的位置不好 城里已经买不到任何粮食了 城外也没农田 只有一小片林地 我跟阿姐一起奋力地砍树皮 挖树根 野菜 跟其他人争食 人在天灾人祸面前 不得不自私 往日里那些个高门大户 此时也放下了体面 指挥仆人来挖野菜 被阿姐眼疾手快抢了先 气得他们破口大骂 阿姐便毫不客气地催回去 分毫不让 一碎嘴婶子认出了阿姐 张嘴就喷粪 有些人哪 以为从了凉 烂了脸 就是真结烈女了 我呸 被万人骑得下贱玩意儿 怎么没烂死在窑子里 我怒火中烧 一把泥巴呼了他满脸 扯着他的头发 跟他扭打成一团 高声叫骂 欺软怕硬地死老娘们儿 你们明知道刘阿四拐女子 愣是连报官都不敢 反骂起受苦的女子来了 狗草的 我撕烂你的嘴 这沈姿生的胖大 但饿了这么久 只剩下了虚胖 而我七岁会重地 他哪里是我的对手 他本就稀疏的头发被我薅下来一大缕 我还趁机抓了把牛粪塞他嘴里 量大 管饱 阿姐怕出了人命 急忙把我薅了起来 临走前 不忘 从那正在甘远的碎嘴婶姿的篮子里 抓了把野菜 我俩这么一闹 再也没人敢翻我家院墙了 一半是怕了 另一半则是饿得实在没力气了 一个月后 城里开始饿死了人 碎嘴婶姿成了第一批被饿死的 听街坊说 他的男人和儿子不给他半口粮吃 他只能吃观音土 最后活活胀死了 他的尸体被他男人换给了邻居 邻居则把饿死的女儿给了他们 白雾缭绕 厚重的血腥味夹杂着肉香 飘出了一个又一个院落 小石村里的教书先生用来吓唬我们的故事 一子而食 真切地发生了 又过了一阵 我家的粮食也见了底 我和阿姐还有冬子每天就喝一顿清如白水的西粥 喝完了 躺在炕上发呆 阿姐吃得最少 已经有些浮肿了 说话也有气无力 这样下去 我们迟早也得被饿死 我便想着再去城郊找些吃的 哪怕是树根也好 只是最近城外时常游走着蛮夷的探子 前不久 有一家三口前脚刚出了城 后脚小儿子就被蛮夷砍了脑袋 老两口疯疯癫癫地跑回来 喊着外头都是鬼 阿姐不许我们出城去 生怕有个闪失 可饿到这份上 我也顾不得鬼不鬼的了 我瞥了一眼正靠着墙壁打盹的阿姐 拉过冬子小声说 冬子乖 好好看家 姐去搞点吃的 若是大姐醒了 你就说我很快就回来 叫她别着急 冬子饿的脑袋都抬不起来 迷迷糊糊地点点头 二姐 你早点回来 我背着筐 轻手轻脚地出了院子 向城西而去 满城死气沉沉 饿瓢满地 只剩下商铺外的幌子 被风吹出的哒哒声 不祥的黑鸭在空中盘旋 空气中弥漫着腐烂的臭味 街角有一乞丐已死去多时 双腿被乌鸦着实成了森森白骨 我强忍着反胃绕了过去 突然瞧见一高大的男子自一家肉铺里走出 踹了踹地上的尸体 抓起一条腿往铺子拖 我愣了神 冷不叮对上他的视线 他的眸子红彤彤地 凶恶地盯着我时 犹是死物 令我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哆嗦 我急忙加快步伐往城外而去 出了城后 小心翼翼地左顾右盼了一番 借着树木草丛遮掩身形 生怕撞上蛮一探子 城郊连树皮都被刨光了 我走了许久才刨到一点点树根和一小撮野菜 强忍着葫芦塞进嘴里的冲动 步履蹒跚地回了城 哪知等我回到家 正撞见黄黄然跑出院门的阿姐 抓着我的手连声问 二鸭 你回来了 冬子呢 阿姐一觉醒来 惊觉冬子不见了 院门还从里面锁着 他应是踩着墙边的柴火垛爬出去的 冬子一向很乖 他离开院子时应是考虑过 别让坏人进了家门 才选择爬墙 可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离了家呢? 我强定心神 跟阿姐分开去找 我怕冬子是看我迟迟未归出城找我了 往城西跑去 站在街头左顾右盼了一番 突然瞥见一人一晃而过 我三步并坐两步抓住他 发觉是之前跟冬子一起要饭的一个小乞丐 我急声问 你看见冬子了没? 他眼神躲闪 紧紧捂着怀里的东西 我 我没看见 我隐隐觉得他在撒谎 一把抢过他掌心里的东西 竟是一块巴掌大小血淋淋的肉 分明是心割下的 这种时候哪来的肉? 我暴怒地掐住小乞丐的脖子吼道 冬子呢? 我弟弟呢? 他被掐得直翻白眼 艰难地抬起手指了指肉铺方向 我的脑袋轰得炸开 一把推倒小叫花子 拔腿跑向肉铺 拼命砸起门来 开门 开门? 里面传出了咕嘟嘟的开水声 我焦急地撞击着木门 见于事无补又搬来杂物垫在脚下 试图翻进院子 其料我刚爬上院墙 就被一双壮硕的手臂给抓了下去 我惊慌地挣扎者 却被高高举起 又狠狠摔下 落在地上三魂七魄都被震得移了位 趴在地上吐出一口血 院中充斥着血腥味 三部外是一口大铜锅 柴火烧得正往 里面的废水冒出腾腾的白气 院墙边上挂着两块肉 有胳膊有腿 分明是人的尸体 那屠夫嘀咕着 太瘦了 不好吃 不好吃 拿了根木棍冲着我的脑袋砸了下来 我撑地一滚 木棍落在地上 顿时断坐两截 喉咙里的血腥味咳不上来 也咽不下去 我努力站了起来 看着步步紧逼的屠夫 慌张地寻找着衬手的物件 然而就在这时 我突然瞥见屋里地上有一双小手 东子正面朝下趴在地上 一动不动 身下是一滩血迹 我顿感气血上涌 在屠夫扑向我的一刹那 向下一躲 一脑袋撞在了他的小腹上 银簪狠狠刺入了他的大腿 屠夫吃痛大吼 一拳砸在我的后颈上 把我打得眼冒金星 我咬牙忍着 一股作气顶翻了他 他的身后就是那口大锅 屠夫壮硕地身躯砸翻了锅 开水劈头盖脸地浇了他一身 惨叫声惊天动地 我拔出银簪 照着屠夫的脖梗用力地插了进去 血液喷了我一脸 他垂死反抗地伸出双手 扼住我的脖梗 我在窒息中一遍遍不停插着 直至插烂了他的脖子 他终于瞪着眼睛倒下 脸被烫得惨不忍睹 嘴里仍在嘟囊 吃吃抽出了几下 彻底没了气 我站了起来 亮腔地走向屋子 被门槛绊倒在地 扑在了冬子面前 冬子 我艰难地爬向他 抹扎着他的面颊 冬子 姐来了 姐来了 我将他抱了起来 他半睁遮掩 微张着嘴 肚子上全是血 我撩起他的衣服一看 他的肚腩上少了一大块肉 血不断往外冒着 像是要吐出里面的内脏 我无措地一遍遍摸着他的小脸 他好像还有呼吸 只是浑身凉得吓人 我抱着他跑出院子 在空荡荡的大街上一边跑 一边哭喊着 救命啊 救命啊 我弟弟要死了 救命啊 远处的阿姐听见了我的哭声 跌跌撞撞地跑来 看着我俩皆如从血池子里捞出来般 慌到摔了好几回才手脚并用地抱住我们 这时冬子忽然醒了过来 双眼呆滞地看了看我 又看向同样哭成了泪人的阿姐 梦一般喃喃着 姐 好饿 好疼啊 阿姐从我怀里接过冬子 抱着他往药铺跑 语无伦次地说 冬子 姐就你 姐能救你 我一瘸一拐地在后头跟着 就听冬子小声说着 小三子说 他找到了吃的要分我 他的脑袋在阿姐的臂弯里 随着颠簸一颤一颤 视线投向了身后的我 二姐 对不起 我不乖 药铺到了 可是紧闭着门 我使劲砸着药铺门 然而里面静静悄悄 空无一人 阿姐抱着冬子脱力地坐在台阶上 吻他的额头 捂他冰冷的小手 血液顺着他的衣衫滴滴答答地落了一路 他像是被砸碎的瓷娃娃 双眼一点点失去了光泽 末了嘴里断断续续地喊着 姐呀 姐 娘 冬子死了 死时不满十岁 阿姐抱着他的尸体在院里坐了许久 天亮时 一头青丝白了一半 最终 我俩在院里挖了个小土坑 把冬子埋了 立了块木牌 我们忘了问他姓什么 便写了李冬子之墓 葬了冬子后 我跟阿姐提着刀去找骗他出门的小三子 绕城找了许久 最后在一座破院里无意中发现一群叫花子围着一口锅煮东西吃 而锅里躺着的是头身分离的小三子 他们如饿鬼般争相分食着人肉 脸上是麻木的燕足 我拉着阿姐僵硬地离去 听着身后那令人作呕的咀嚼声 嗅着弥漫了半条街的肉味 忽然分不清脚下是人间还是地狱 转而我又觉得 这里确实是人间 因为地狱有酒店阎罗主持公道 可人间没有 永肃城里已经不剩下多少活人了 逃出去的 被蛮夷杀死 留在这里的 被饿死 然后被吃掉 守城君饿死了一部分 伤口恶化又死了一部分 但余下的人仍守在城墙上 眺望着没有光亮的前方 夜里我蜷缩在阿姐的怀里 突然觉得浑身上下都疼 也不知被那屠夫打坏了哪里 把喝下去的水全吐了出来 昏昏沉沉地说 阿姐 我好难受 你哄哄我 阿姐用温水浸湿着我的嘴唇 抹扎着我的后背不停念着 二呀 别睡 别离开劫 我不想阿姐哭 可我睁不开眼睛 冬子的死就像是根钉子 刺穿了我对人世间的向往 我旺盛的生命力被那锅开水浇灭 仅存的几簇火苗全凭一个念头勉强燃者 要是我也死了 阿姐该多苦啊 我最终被阿姐从阎王爷手里抢了回来 她不知从哪儿掏了一个鸟蛋 生诞夜流入我的咽喉 强调回了我的命 而她自己已经被饿得有劲气没出气 虚弱地说 我看见娘亲了 她在怪我 她怪我不甘不敬地活着 怪我没看好弟弟妹妹 我却再也找不到第二个鸟蛋 哭着说 那定然是孤魂野鬼骗你的 不是真正的娘亲 娘只会问你 吃没吃饱 冷不冷 怎会责怪你 阿姐空洞的双眼闪烁了一瞬 摸着我的手低声问 是不是有人在敲门 我一震 猛地抬起头来 当真听见了有人叩响了院门 我扑腾着跑了过去 贴着门缝看向外面 竟是两位穿着布甲的士兵 怯怯思语 这家也死了 哎 来晚了 他们身上的布甲 跟赵燕所穿的一模一样 我顿如见到了亲人般喊出声来 还活着 我们还活着 印亲王率兵抢了敌人的粮草 给富州送来了救命粮 街头支起了大锅 一晚满西州就回了一条条人命 这些个兵又黑又瘦 但见谈得很 说起印亲王来 毫不吝赞美之词 听说王爷跟咱大将军是好友列 王爷的骑射还是大将军教的 王爷也跟大将军一样 对穷人好 王爷说了 赶走了蛮夷 就跟俺们分田地 阿姐端着周晚 在一旁静静地听着 嘴角明起一抹笑来 我们挨家挨户 又分到了一点口粮 不多 但是足以再撑一阵子了 恢复了些气力后 阿姐与我坐在冬子的土坟旁 借着月色编起了草鞋 不知怎地 突然又说起了镇北将军 我听他们讲啊 将军死时 那些蛮夷恨毒了他 割了他的脑袋 可他的身子仍站立不倒 我手一抖 针尖扎破了止度 偷偷逆向他的侧脸 好在他没有哭 只是温柔地穿针引线 自言自语着 我就说嘛 我男人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 说完他轻轻抚摸着土坟 将军啊 护着点我家冬子 保佑我妹子平平安安的 阿姐已经受得脱了响 满脸的疤痕 一头白发 宛如冒蝶老玉 可他双瞳碱水 硬在我心上 仍是最好看的模样 阿姐把草鞋送给了来送粮的士兵们 他们千恩万谢 却舍不得穿 把草鞋穿了根绳 挂在脖子上 脚上扔他拉着看不出模样的就鞋子 有了他们在 城里渐渐恢复了点生气 百姓们开始念叨起战事结束后回乡下种田去 起码饿不死人 我也产起了豆腐 想着 以后我做的豆腐 当兵的吃不用给钱 能让他们吃饱饭 就好 我们盼着念着 印亲王又派人送来了粮食 大家欢呼雀跃 见将士们忙不过来 张罗着帮忙去搬 我跟阿姐也随众人一并出了城 远远看见一阵尘土飞扬 有马匹迅速逼近 刚要上前 我忽然发觉那群人长的奇怪 定睛一瞧 顿时胆裂魂飞 尖叫出声 是蛮夷 煞时间 百姓们的惊叫声叠起 纷纷向城中跑去 守城军们被杀了个措手不及 拿着长矛短刀慌张迎战 还有在喊关城门 然而已经太晚了 蛮夷的马体眨眼便到了跟前 密密麻麻的箭雨骇浪搬袭来 挡在人群前的几名士兵被设成了筛子 那摇摇欲坠的城门尚未完全被关闭 就被完全撞开 蛮夷来势汹汹 足有数百人 混乱中有一年幼的孩童不慎跌倒 她的母亲来不及去救 眼睁睁看着马蹄高台 将她的孩儿踏烂成泥 我死死攥着阿姐的手 身后是摇着马鞭 嗷嗷叫嚷的蛮夷 我也不知该往哪跑 只能带着阿姐 胡乱躲进了一处院落 插上了院门 门外传来了刀剑交织声 战马思鸣 一声声犹如勾魂的厉鬼 我跟阿姐惊魂未定地 在院中寻找着可躲避的地方 最终躲进了柜子里 我与阿姐在逼着的柜子里缩成一团 外面的嘈杂声持续了很久 直至陷入了死一般的沉寂 我心跳如雷 握着阿姐的手掌心满是冷汗 侧耳听着屋外的动静 突然听见一道震天响的踹门声 顿时打了个哆嗦 跟阿姐抱在了一起 有人进了院子 步伐很重 每走一步都像是堕在了我的心上 我大气不敢喘 闭上眼睛祈祷着娘亲 赵燕 将军 谁都好 救救我们 那人进了屋 粗鲁的翻箱倒柜了一番 突然又没了动静 我捂着嘴 迟疑地看向了柜子缝隙 正对上了一张猙獰的笑脸 咕咚一声 柜门被拉开 我跟阿姐如一对小鸡仔 被扯了出来 这蛮衣男子生得短胖 一脸横肉 揪着我的头发 哈哈大笑 用跌脚的中原鱼嚷道 女人 女人 我用力地踢打着她 刚举起簪子要刺 却被一拳打在了肚子上 力道之狠 仿佛一块巨石 砸穿了我的五脏六腑 我顿时彻底贪软 跟阿姐一起被拖到了街上 这里聚集着全城的百姓 皆被碾至一处 跪在地上瑟瑟发抖 阿姐无助地搂着我 看着那群蛮蟻将俘获的守城军 一一拎了过来 用马鞭抽得半死不活 将他们捆成一排 按在地上 而这群士兵中 有一位是先前给我们送粮食的小兵 他的胳膊断了一条 仍抬起头狠狠咒骂着 蛮衣人举起长刀 砍西瓜似的砍下了他的脑袋 头颅滚落在地 双眼圆瞪 嘴巴大张着 发出了无声的呐喊 紧接着 一个又一个的士兵 倒在了屠刀下 蛮衣们仍绝不过瘾 纵马不停踩踏他们的尸首 直至踏得不成样子 我咳了许久 终于喘出一口气 阿姐不停顺着我的后背 把我往怀里按 惶恐到仿佛想将我藏进她的肚子里 蛮衣手里的长刀染满了血 周遭满是百姓们绝望的哭声 起料就在这时 一道突兀的声音自人群后响起 别杀我 别杀我 我是翠红楼的保姆 我给你们送女人 说着那老妇连滚带爬地来到了人群前 跪在地上谄媚地对蛮衣将领们磕头作衣 我知道最漂亮的姑娘藏在哪儿了 她叫李淑云 而且是镇北将军耿庆的女人 世人皆知 蛮衣们恨毒了镇北将军 悬在保姆脖子上的刀 果真慢慢放下了 她的女人 一蛮衣将领 饶有兴趣地扫尸一周 谁 那保姆欣喜地回过身来 手指在人群中扫来扫去 然后将注 她认不出阿姐了 蛮衣将领恼了 随手抓出一样貌娇好的姑娘质问保姆 她 那姑娘惊恐地拼命挣扎者 不是我 不是我 保姆慌张地摆了摆手刚要解释 见蛮衣举着刀围了上来 突然改口道 对 对 是她 是她 撕拉一声 蛮衣将领撕坏了姑娘的衣衫 在姑娘凄厉的尖叫声中发出震震吟笑 姑娘的母亲哭嚎着求情 被一脚踹飞 捂着胸口痛苦地翻滚着 一蛮衣士兵慢悠悠地走过去 对着那母亲举起了刀 阿姐又望了我一眼 钟扒开了我的手 腾然站起 我是李淑云 蛮衣们停下动作 狐疑地上下打量了她一番 吃笑道 你 这么丑 她理了李头发 傲然昂起头来 对 就是我 保姆愕然地望着她 从头到脚看了四五遍 突然双眼一亮 鸡掌喊道 对对对 我刚才认错了 这个才是李淑云 她 她毁了样貌 但是这双眼睛我认得 绝对是她 蛮衣们将信将疑地择了一声 提着刀向阿姐走来 我称帝站起 在那长刀指向阿姐的一刹 大声喊道 我才是李淑云 说着 我用力推倒阿姐 蹭了蹭脸上的灰土 拿着赵燕送我的银簪 挽起了发迹 蛮衣们打亮了我几眼 顿时哈哈大笑起来 揪着我的衣领把我扔到空地上 阿姐急疯了 想跑过来却被按在了地上 只能垂地嘶吼着 我是李淑云 我才是 我才是啊 蛮衣将领大力地捏着我的下巴 玩味地上下看了看 问我 你是耿庆的 女人 我不知怎地突然不怕了 迎合蛮衣将领冷笑道 对 是我 而且 我知道将军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藏了起来 蛮衣将领不假思索地追问道 说 什么东西 我压低声音小声说 是虎符 你把它们放了 我带你去找 我书读得不多 能编出来的跟将军有关的东西只有这个 不管蛮衣们信不信 能拖一会儿是一会儿 让大家伙多活一炷香的时辰也是赚了 然而蛮衣将领不屑地笑了笑 裂出一嘴黄牙 一拳打在了我的鼻梁上 你当老子是傻子吗 我硬生倒地 任劈头盖脸的马鞭 抽得我皮开肉绽 我已经没力气反抗了 鼻血稀稀利利地躺了满脸 眼前模糊一片 甚至感觉不到疼 我望着哭喊着抓闹地面的阿姐 愣愣地想 我跟阿姐终是要死了 明明我们已经很努力 很努力地想过好一生 到头来还是如猪狗般任人宰割 真不甘心 蛮衣将领打了许久 直至我没了半点动静 踹了踹我的脑袋 这时 他的手下突然跑来 鸡里咕噜地说了一通 蛮衣将领神色大变 猛地揪起我 扔上马背 一举长刀 纵马飞驰 我跟个面口袋似的面朝下在马背上颠簸着 余光贴向身后 发觉这群蛮夷正在奔赴城门方向 顿时生出了些许求生的欲望 是不是援军来了 这一回 我终于赌队了 蛮夷们刚跑出没多久 远方的山坡上 骤然响起了阵阵喊沙声 气壮山河 浊浊烈阳下 数不清的民兵身着不衣 踏着草鞋 如潮水般涌来 蛮衣将领慌忙乐马 举着刀大声嚷嚷着迎战 然而他的手下们还没来得及弯弓搭建 民兵们制出木制的长矛 将他们射落马背 锄头 斧头毫不客气地一通招呼 这群人连不甲都没有 却根本不怕死 前赴后继地用血肉之躯 迎着刀刃与马蹄厮杀 没多时 蛮衣们就落了下风 蛮衣将领不敢置信地 举着长刀转了半圈 狠狠一挥马鞭 吼着手下撤退 民兵们穷追不舍 仗着对地形的熟人 抄近路围追堵截 眼看着就要缩成包围圈 蛮衣将领慌忙把我提了起来 吼道 这是耿庆的女人 再靠近 我就杀了她 那群民兵明显地震愣了一瞬 不慎留了个口子把她放了出去 我心急如焚 她在马背上奋力地喊 杀贼 杀贼 蛮衣将领勃然大怒 用力击打着我的后背 试图让我闭嘴 我的嗓子哑得不成调 仍听了命地喊 杀呀 杀 杀 这时 我的发迹被颠散了 发簪顺着耳阔滑落 我眼疾手快地接住发簪 猛地扎入了马的肚子 这马虽然包着战甲 但终归有缝隙 剧痛之下抬起前蹄原地打转 蛮衣将领与我一并被甩下马背 尘土似箭 我啃了一嘴的草 拼了命地爬动起来 马蹄纷乱 箭矢满地 我的双腿没有知觉 前方一片虚影 像是一脚跨入了阴槽地府 可我还想活 蛮衣将领气急败坏 恶狼般地抓住了我的头发 刀刃的寒光照在我的眼上 令我不由自主地眯了眯眼 模模糊糊地看见远处跑来一道熟悉的身影 轮圆胳膊指出一块硕大的石头 不偏不以正宗蛮衣将领的眼睛 长刀贴着我的脑袋落在地上 一位为民兵飞身而来 将那蛮衣将领压得动弹不得 我头拱得又孤勇了一阵 终于落入了阿姐的怀抱 二压 二压 她嚎啕大哭着 眼泪打湿了我的侧脸 我枕着她的肩膀 心脏悠悠地归了位 走马灯般不合时宜地想起了一些往事 夏日 村庄 小河 我和阿姐在田梗间追逐 听着一声声帮子响 去村口迎推着小车回来的娘亲 我笨手笨脚 踩着青苔险些落了水 阿姐一把将我捞入怀中 与我滚落泥坑 一头一脸的泥巴 嘻嘻哈哈地笑个不停 阿姐呀 这一次 你又从刀光剑营里拾回了我 我阿姐果真是天底下最厉害的女子 我睡了一个长觉 尝到好心的民兵们合伙给我制办了口棺材 阿姐守着我不让埋 一遍遍给我擦手擦脸 往嘴里灌药汤 絮絮叨叨地说着话 二呀 你没了 姐也活不了 咱们就白费了这么大劲 挺到现在 二呀 印亲王确实挺厉害的 跟咱将军有一拼 打得蛮夷退出复州了 我半梦半醒 依稀能听见他说话 却怎么都醒不过来 嗓子眼里憋着一口气 呼不出来 咽不下去 直到听见他冷不丁说了句 二呀 你要是走了 娘亲的豆腐就失传了 姐做不出那个味儿 我当即把这口气给提了回来 我清醒过来后 发现自己正躺在冰营里 给我枕脉的一老郎中 与我瞅了个对眼 顿时夸张地一缩脖子 嚯 炸湿了黑 阿姐抱着我的脑袋瓜子 又哭又笑 我的四肢没有知觉 全身上下就剩一对眼珠子能动弹 努力地撅起嘴亲了亲他 我从他和老郎中口中得知 应亲王正乘胜追击 撵着蛮夷的尾巴咬 他集结了二十几万的民兵 靠着不衣草鞋 愣是从喝酒吃肉的蛮夷手里 抢回了七八座城池 而我跟阿姐住在兵营也是应亲王安排的 作为大将军的家眷 他怕敌人再拿我们当人质 此外 南边的皇帝终于坐不住了 他原先是想借机除掉应亲王 结果没想到应亲王这么能打 为了屁股下的龙椅 皇帝爷终于捏着鼻子派兵支援了 企图挽回民心 我心情大好 跟嗷嗷待哺的雏鸟似的张大了嘴 然后被阿姐的满满一勺子米糊噎得翻了白眼 阿姐任劳任怨地再一次奶大了我 伺候我一日三餐 为我擦拭身体 所有人都以为我贪了 在我面前心照不宣地不敢提跑 跳等字眼 可我没有 娘亲把我生得很结实 我跟快面团似的 摔摔打打后只是稍微变了典型 稍一静置 就快乐地发大了一圈 变得更加坚韧 我躺过了一整个冬天 在初春之际 如盘山学部的婴孩般 摇摇晃晃地踏出了冰营 阿姐喜极而泣 大声感激娘亲和将军显灵 见老郎中路过 又冲她砰砰磕响头 我则抬起头 看向明晃晃的日头 正巧瞧见一行大雁掠过白云 恍若隔世 这一仗打了三年 我跟阿姐也在兵营里待了三年 帮忙做些杂活 跟着转移来转移去 战争结束的那一天 挺猝不及防的 我正抱着木盆一瘸一拐地去晾衣服 一名小将军突然纵马跑入营地 高声喊着 蛮一退了 与我朝一和了 欢呼声直冲云霄 将士们从四面八方涌来 我呆站在原地看着他们嘶喊 翻跟头在地上打滚 抛举着小将军 把脚上的草鞋扔上了天 三年 我们失去了太多 死去的数万百姓不会回来 可活着的人总得朝前看 南迁的皇帝偷偷摸摸地回了京都 印亲王也选择班师回朝 并承诺会给民兵们发银子和农田 我和阿姐正商议着该何去何从 印亲王突然派了心腹来 一脸沉重的沉声说 二位姑娘 陛下有旨 要你们随王爷一并入宫觐见 这道莫名其妙的圣旨令我俩坠不安了许久 印亲王派了丫鬟和随从伺候我们 将我们一路护送到了京城 却始终不提陛下究竟为什么要见我们 我俩就这么揣着一肚子的疑问 带着上坟般凝重的心情 踏入了皇宫 印亲王正在宫门外等我们 他生得面白无虚 但一双英式的眸子不怒自威 吓得我跟阿姐不敢上前 于是他敬重地冲我们拱了拱手 二位姑娘莫怕 到了陛下面前 陛下问什么 你们便打什么 本王保你们安然无虞 我的腿肚子都快凝成了麻花 心想 你说得倒是轻巧 那可是陛下 书上说了 陛下是老天爷派来管理人间的 手握生杀大权 我若说错的话 本就西伯的九族可要谈笑间灰飞烟灭了 入了宫门 我跟阿姐连头都不敢抬 更遑论品鉴这美轮美奂的刁蓝玉器 化作应亲王的两节尾巴 一前一后入了大殿 刚一入大殿 一老太监奸细的嗓音飞了出来 大胆 见着陛下 还不跪下 我一击灵 咕咚跪了下来 刚康复的腿钻心地疼 阿姐跪得更快 偷偷握住了我的一只手 余光里 印亲王正副手 站在右前方 既没有下跪 也没有行礼 冷冰冰地说 臣 参见陛下 正前方的高座上 顿时传来一道不悦的低哼 皇叔一路辛苦 皇帝的声音有点像公鸭嗓 着实不算好听 我正在心里猜着九五之尊到底生了父什么模样 她突然拔高声音问道 你们谁是镇北将军熟下的青楼头牌呀 我一将 从她的语气中分明听出了尖酸刻薄 阿姐缓缓抬起身子来 畏惧地回答道 启禀陛下 是民女 皇帝饶有兴趣地说 哦 那你抬起头来 让朕看看是怎样的天仙 阿姐的身子细微地颤抖着 慢慢抬起了头 皇帝一震 继而发出一道短促的惊呼 而她的妃子更是夸张地称怒道 吓死我了 你这父尊荣 怎可能是青楼头牌 你要欺君吗 阿姐慌忙低下头 整个身子惶恐地贴在地上 陛下恕罪 陛下明鉴 我见识不妙 当即解释道 我阿姐她是不愿受人侮辱才滑花了脸 大胆 那个老太监又蹦了出来 有你说话的愿吗 掌嘴 印亲王踏前一步 对着陛下沉声道 陛下 没必要为难两名弱女子吧 气氛煞时剑拔弩张 我跟阿姐身不由己地置身于天家的争斗中 只剩了冷汗淋漓 两酒 高位上的皇帝终于嗤笑一声 朕的爱妃心直口快 皇叔何必较真 说着她清了清嗓子 又问道 朕听闻朕北将军不尽女色 此女竟能成了大将军的外事 真是英雄难过美人官 也不知她最后是不是败在了朕美人身上 话说到这份上 我就是生了个猪脑子也猜出他的用意了 将军死了 但他在百姓心里仍站着 这位高高在上的君王活着 可还不如死了 所以他怕了 迫不及待地要往将军身上泼污水 阿姐也琢磨了过来 一字一顿地回答道 启禀陛下 将军他 没碰过民女 民女与他清清白白 不是他的外事 皇帝掖住 语气骤然加重 哦 那他赎你做什么 阿姐不卑不亢地说 因为民女也是本朝的子民 皇帝哑口无言 那双绣着金边的靴子 懊恼地剁了一下 又将矛头转向了我 你是他的妹妹 抬头 我昂起头来望着她 或许是眼神太过坦荡 令他微微一正 转而他又变了负态度 阴阳怪气地笑道 虽粗野 倒是个美人胚子 朕听皇叔说 你在此战中立下了汉马功劳 他瞥向一侧的印亲王 到底还算梁家女 不如赏给皇叔做个妾事 印亲王的额头上顿时青筋抱起 我嘴角一抽 赶在她发怒前高声回答 地下明鉴 民女有夫君 民女要为她守节 此言一出 大殿上落针可闻 皇帝咬牙切齿地追问道 好啊 好 那真该赏你点什么呢 嗯 我磕了个五体投地 难掩期待地说 陛下开恩 求你赏民女银子吧 民女想回家做豆腐 皇帝真的赏了我银子 以及一座贞结牌坊 我跟阿姐出了宫门坐上马车 阿姐捂着嘴哭了一路 低声咒骂着 太欺负人了 我真你奶奶个腿的结 你这个挨天浅的狗草的昏君 我却觉得此事甚好 我有钱 我守寡 有个皇帝赐的牌坊阵着 十里八乡的混混也不敢造次 于是我开始数银子 阿姐 你说这点钱够不够开豆腐房啊 皇帝抠门得嘞 阿姐顿时哭得更厉害了 结果刚出了城 马车突然被拦了下来 阿姐慌忙收了哭声 抹了两把脸 紧张地听着外头的动静 须于 随从挑开车帘低声说 李姑娘 是镇北将军府的老夫人想见您 老夫人 将军的母亲 阿姐无措地攥着手 犹豫再三后到底还是下了马车 我没跟下去 将帘子掀开一道缝 并心宁神地听着他们二人对话 阿姐紧张到说话磕磕巴巴 见 见过老夫人老夫人生得和善 勤着笑问道 你就是书云啊 阿姐下意识地解释道 夫人 我跟将军没有 我都知道 老夫人打断了他 主动握住了他的手 庆哥在信里写了 他说 他遇见个命苦但心善的好姑娘 他想把你带回家 好孩子 对不住 庆哥他失言了 阿姐顿时红了眼眶 死死咬着嘴唇 才没哭出声来 老夫人抹了抹眼角 小心翼翼地问 孩子 你可有去处 要不要跟我回常州 阿姐迟疑地摇摇头 轻声说 不了 老夫人 我有我妹在呢 我该回家了 老夫人叹了一声 掏出银票 塞进阿姐的手里 哽咽着说 拿着 不要推辞 孩子 好好的 好好的 不用给庆哥守着 你好好的 他泉下有之也安心 而后 老夫人在丫鬟的搀扶下 慢慢转过身 她的背脊已不再挺拔 裹着一身的沧桑 上了马车离去 我们忘了许久 直至老夫人的马车消失在街口 阿姐不乏 飘忽地回到马车上 将那银票攥出了褶皱 马车缓缓起乘 载着我们出了城门 离开京城的一刹 阿姐终于激动地放声痛哭 她认我 二呀 她认我 将军她认我 阿姐终于确认了 将军当真想把她带回家 只是 她认 她不敢认 我将阿姐拥入怀中 小声耳语道 别急 快了 我们很快就会与老夫人重逢的 我跟阿姐最终决定回富州 这里有我们的弟弟 他还小 见不到姐姐们会哭 而娘亲的坟 我们打算牵过来 打口棺材重新将她入葬 娘亲本就不喜欢那个充斥着苦难过往的家乡 不如与我们团聚 针结牌坊紧随其后 咔嚓力在了大街上 惹得阿姐每天都要去脆一口 我靠着皇帝给的那点银子开了个豆腐房 这里有太多的孤儿 企儿 误入风尘的女子 以及缺胳膊断腿的老兵 我要让他们也好好活下去 我这豆腐房挣得不多 好在他们涂得也不多 无非就是三餐温饱 有件壁体的衣衫 有个挡风的住所罢了 我依旧一块块豆腐的麦 一枚枚铜板的攒 盖起了扇塘 支起了粥棚 翠红楼被民兵们烧了 保姆被乱棍打死 受苦的姑娘们有的回了家 有的则留了下来 跟我一起卖豆腐 仿布 我和一群草民如草芥 如猪狗 最终又如书卖般倔强地活着 结出不起眼的果实 补育了一方水土 又最终迎来了丰收的幸福 没多久 京都传来喜讯 印亲王逼宫成功 摘了那倒霉皇帝的脑袋 登基为帝 上任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兑现了分钱分田地的承诺 把一群贪官污吏抄了家 搜刮出了金山银山分给穷人们 我跟阿杰领了一大片地 快把我乐疯了 只可惜我腿脚不变 不然定要把锄头抡冒烟 到了冬天 我更易困乏 曾经文静的阿姐活成了我的模样 上街吆喝着卖豆腐 帮子敲得咚咚响 我则在家访布 不识痘痘离奴 在院里的土坟旁洒下一圈花籽 将军的尸骸被送了回来 葬入足地 年关时 我和阿姐带着礼物去常州拜访了老夫人 阿姐终于能正大光明地踏进将军府 给老夫人奉茶 恭恭敬敬地喊一声母亲 前去祭拜了将军 老夫人压着我们一起过了个年 吃得我俩胖了三四斤 方依依不舍地送出门去 将大包小果堆满了马车 马车被压得走不快 回到永速城后 我刚下马车伸了个懒腰 就听前头叮光一顿砸 定睛一看 原是一群兵把贞结牌坊给砸了 为首的一名少将军带着红色的窥鹰 扎眼得很 站上高台朗声道 陛下有指 从今天起 拆除所有贞结牌坊 关闭所有秦楼储馆 凡略又略卖者 一律问斩 那少将军瞎了只眼睛 可余下的右眼仍是炯炯有神 穿透人群直挺挺地向我射来 恰有风起 吹得窥鹰烈烈飘扬 他忽然孩子气地笑了 又恢复了往昔那傻里傻气的模样 大声问我 有豆腐没? 我脸了下衣衫 把泪珠子憋了回去 牵着还在发呆的阿杰往家走 说了句 有 回家吧 有了 我脸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